甘油三指是血脂的一项,如果甘油三指升高,也是高脂血症,我们的想办到把甘油三指降到正常。 近几十年来,由于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,尤其饮食结构的改变,我们的甘油三指升高发病率逐年攀升,简单说,甘油三指升高就是吃得太油,吃得太好。甘油三指升高的原因和饮食、遗传、其他疾病有一定关系。 甘油三指升高的原因有三个原因。 饮食导致的甘油三指升高占78%、吃得太油、太腻、太甜、试酒、太多、喝酒,都会导致甘油三指升高。 混合型高脂血症、血脂中胆固醇和甘油三指有中度以上的升高,与饮食关系不大。 疾病引起的甘油三指升高,糖尿病、甲碱、高尿酸血症、肾病、肥胖、异形蛋白血症等均可以引起甘油三指升高。 但绝大部分都是因为饮食不健康导致的。 甘油三指升高的危害。 甘油三指升高一般我们没有太多不舒服,经常是通过化验血脂的时候查到的,但一旦发现甘油三指升高,必须积极控制,因为甘油三指升高也是有害的。 如果甘油三指升高,搬运甘油三指的载体就会随之增多,这时候乳迷为例,及低密度之蛋白就会增加。 虽然甘油三指对动脉周样硬化直接影响不大,但随着乳迷为例,尤其是低密度之蛋白的升高,就会增加形成动脉周样硬化性疾病,引起心脑血管疾病。 甘油三指标准,空腹甘油三指在1,70mmOLL以下为适当水平。 1.70-2.25mmOLL为边缘升高。 2mmOLL为升高。 如何降低甘油三指? 我们上面提到,甘油三指升高的主要原因就是饮食不健康,所以发现甘油三指升高,先控制饮食,要限制的食物。 少吃油炸食品,炒菜少放油,少吃动物内脏,肥肉,红肉等等,做菜适当加点蒸煮。 后米饭面条吃多了也会引起甘油三指升高,所以,主食也要控制总量。 减少高糖食品,少吃甜品,可以水果代替甜品,酗酒本身就会引起甘油三指升高,而且甘油三指升高如果酗酒会增加急性一线炎风险。 哪些食物可以适当增加呢? 鱼类,尤其深海鱼摄入有利于血脂代谢,所以深海鱼游降低甘油三指的一说,增加新鲜印记蔬菜和水果的摄入,补充粗粮杂粮。 除了饮食,还要配合坚持运动,远离烟酒。 什么时间开始吃药呢? 一般甘油三指轻度升高,低于5.65的情况下,暂时可以不用吃酱汁药,以健康生活为主。 当大于5.65mm OLL理论上,需要开始服用贝特类药物。 记得即使服药也要控制饮食多加运动,并定期复查甘油三指及甘功能,或者通过控制饮食甘油三指无法恢复正常的情况下,需要找找原因是不是遗传性或激发性,再考虑吃不吃药。 血脂化验单,我们一般化验血脂会查血脂四项,除了甘油三指还会查到总胆固醇,低密度脂蛋白,高密度脂蛋白,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。 如果升高也是高脂血症,而是视血管垃圾制造者。 高密度脂蛋白升高是利于清理血管垃圾的,这四项是我们最为关心的血脂指标,上面我们提到了甘油三指的标准,下面我们简单介绍其余三项。 总胆固醇2.85,17mm OLL。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.04mm OLL。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3.4mm OLL。 高为人低密度目标是2.6mm OLL。 极高为人低目标是1.8mm OLL。 我们在拿到一份血脂化验单后,一定不能单纯地只看参考值,因为高密度脂蛋白高于正常值,这是好事情,因为是好血脂高。 低密度脂蛋白正常,也不能高兴太早,因为低密度脂蛋白有三个参考值,平时的化验单只有一个参考值。 我们在医院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,给出不同的低密度脂蛋白参考标准,然后决定是不是要服用他听药物。 如果我们要化验血脂,建议化验血脂四项,也就是胆固醇,低密度脂蛋白,高密度脂蛋白,甘油三脂。 但低密度脂蛋白很特殊,不能只盯着化验单去看,还要结合有没有合并其他心血管高为因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